最可怕的是金曲歌王 因為他第一個音根本沒抓到啊 嗨 音樂唱老師 好久不見 又開動了 開動什麼是示範嗎 好啦 因為Gunny上一次音樂唱老師 非常久的時間了嘛 因為上一次是在聊 我原本今天想要聊的是 三位天后的出道奇蹟 總之呢 我希望作為youtuber呢 我身為一個網路創作者 我本來就希望可以帶給大家開心跟快樂 尤其在現在大家心靈可能會比較緊張的時候 我希望還是可以多做些什麼 所以我把主題臨時改掉 先做大合唱送暖歌曲的大整理 那音樂唱老師呢 顧名思義叫做唱跟聊 所以唱的部分呢 因為有些歌的版權 我是沒有辦法播完整的 所以有些部分是我會代替來唱 讓大家知道一些比較完整的面貌 但一大部分重點是我也很愛唱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很難聽 你會覺得我很吵 你知道嗎 youtube可以就是你右邊點亮下 還是快轉十秒還幾秒的 你打字罵我還花了你更多時間 所以不用再罵人了 那音樂想聽我唱歌的還是很多 所以我還是要唱 因為真的很多人想聽 大概有兩三位 或五六位 首先第一首歌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唱出你的落井 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抱著你的臉紅 我非常非常相信 不管你的年紀大或小 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 或者你現在十幾歲 你都應該會聽過這首歌 好因為1983、1984的時候呢 非洲發生大饑荒 所以英美兩地就有非常多的歌手 集結起來 發行公益單曲 想要幫助非洲那些受苦受難的朋友 我其實查吃掉的時候 我一連想 我以為是這首歌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And we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We are the champion 因為當時台灣的市場 盜版非常非常的嚴重 然後那時候 媒體上會有海盜王國來形容台灣 所以呢 當時有六十幾位歌手呢 不同的唱片公司 好不容易直接起來 告訴大家 要拒絕盜版 反盜版 反道路 我來念 反反冒 因為習道線 非常多的人的偶像是蘇瑞 蘇瑞唱歌真的不得了啊 唱出你的熱情 唱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 住你的愛 讓我擁有 真心的臉 有真心的臉口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了青春的驕傲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除了可以鬼或鬼叫之外 我覺得它真的帶有正向的力量 其實這首歌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你看這段歌詞 這段詞原本它並不是這個詞喔 因為最一開始啊 羅大佑啊 在那一年1985年 徐不了病逝的時候 他原本 這段詞 是有要紀念 徐不了先生的 然後他的詞原本是 誰能忍心 看他最後的笑手 帶走我們的笑容 然後後來因為製作人啊 以及張大佳他們討論過後 發現這樣的詞 可能比較不符合當時呼籲就是世界和平啊 以及就是反倒白的意境 所以才調整為現在 剛剛你們聽到娃娃唱的那一段歌詞 很多人都會聽過這首歌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在於這個東西叫做 星期龍珠 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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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沉睡的心靈 太行 我們睜開你的眼睛 看開忙碌的世界 是否依然 孤獨地轉個不停 少年呼吸 讓昨日臉上的淚痕 隨機風乾流 沒錯 這是非常精彩的星期龍珠 我覺得七七龍 後來 星期龍珠真的是非常經典的一部片 然後你看到年輕的現經驗嗎 豬八戒在變這段的時候 小時候會覺得很可怕 但長大覺得真的是滿精彩的表演 童年1985年 TVB十大競歌金曲頒獎典禮的閉幕曲 《粵語版》的明天會更好誕生了 共創世界最美的音韻 敬歌歌歌天天誕生 美麗滑平之聲 敲響空氣 響起最美的聲音 《粵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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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首歌的傳唱度真的非常的高 而這首歌它其實有被改成其他的版本 所以這支影片的最後會再播給大家看喔 然後接下來 1987年 《快樂天堂》 小時候我都會以為這首歌是 鵝鵝 我會以為人家兩隻老虎那個 但其實不是 除了動物跟環境保護之外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含義是在 因為1986年的12月31號 滾石唱片在台北市的中華體育館 辦了一個叫做 《快樂天堂》演唱會 《快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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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它知道 其實動物們也是需要被同理心 以及需要被愛護跟對待的 如果是我們自己在那邊踩在球上這樣 跑跑跑跑跑然後跌倒了就被疲惹 然後沒飯吃的話 你自己會開心嗎?不會 所以同理以心嘛 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從教育出發 讓小朋友從小就知道看動物表演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必要的 這首歌的歌詞呢 有一句話我覺得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 有哭有笑 當然也會有悲傷 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 其實就是人生嘛 不可能always都是happy的 我覺得有些sad的時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當你現在覺得沮喪難過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喔 然後我也非常推薦 2003年張青芳在光陰演唱會唱的這首歌的版本 喔張青芳 I love you 接下來這首歌可能比較不那麼送暖 我先給大家聽這首歌 我這首歌叫做 等我一秒鐘 等我一秒鐘 再給我一個夢 便秘在心頭 未來的遼闊 好 九二一大地震是發生在1999年 然後那個時候呢 媒體就一直報導2000年呢 全世界會有千禧重危機 然後要加上那一陣子的唱片是不景氣的 剛剛好那一年的台北市跨年呢 所有台北的歌手都是滾石唱片的歌手 然後他們就集體唱了周華健大哥的 等我一秒鐘 然後來作為給大家一些力量 也希望大家可以度過2000年 從這個危機的歌曲 也有人把這首歌 預為 開始風化年的一件事情的很重要的歷史喔 雖然這首歌其實真的很不耳熟能響耶 我是覺得很好聽 但是我其實真的沒聽過這首歌 我剛剛在講等我一秒鐘的時候有沒有人以為這首歌 但是因為你看當時滾石唱片 真的是 還有其他啦 但是這些講起來你就知道 當時的滾石真的是呼風喚雨喔 而且我非常喜歡徐懷玉 我們一定要聽一下他的聲音 徐懷玉的聲音真的非常非常的乾淨 我好喜歡喔 也把這首歌獻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拿去聽一下 莫文威在裡面 準備一唱喔 馬上就知道是莫文威 I love you 莫文威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一輩的人 更耳熟能響 更流行一點的首 牽手 這件事情真的是 也是笑不出來 因為它其實會誕生的原因 是因為那時候SARS的事件 因為那時候封院的時候 我覺得人民的心理是非常恐懼的 那 的確有一些人在那個時間 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管 不管我的影片 多快樂或多好笑或多幽默 我這邊都要很誠心 誠意的感謝SARS付出 的每一個人 因為有些人在那個時間點 他已經變成小天使了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奉獻都很重要 今天的主題重點是 把溫暖送給大家 Don't cry 那這首歌呢 其實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開頭是 跟明天會更好一樣 蔡琴都是幫我們首唱的那位歌手 他的聲音真的是具有溫暖人心 以及鎮定人心的那個力量 而且呢 我要回到手牽手 每一個人的辨識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隨便抓幾位來聽聽 不要躲在害怕後面 真心若能被看見 我會以為 生命的光 我的朋友 因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 是不是 不是 這一刻 不要躲在害怕後面 好像啊 我可能就會模仿靠近 因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 很不像 我只是要表達 那時候的歌手 非常非常的有辨識度 每次呢 我聽到小小軒那一拍的時候 我都會 欸小姐你的Key是不是 Key 定太Key了 定太Key了 I know I know 你是中第一擅長的歌手 但那一拍 這個世界需要多一點信念 耶 耶 其實還是很好聽 我愛小小軒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或這一輩人 我們一定都知道 阿妹跟周杰倫有合唱過 不該嘛 其實他們在手牽手的歌曲裡面呢 他們兩個近來就已經合唱過 我不是分開喔 是個完全是同一劇喔 我們來聽一下 不要放棄 這一切成灰的我 好有一段 我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每次我都覺得 欸 就是會 欸一下 我要先澄清 我非常非常喜歡 徐若瑄Vivian 但是因為這一段 Vivian是落在 Bridge之後的 第一個副歌 因為前面真的太驚昂了 塞滿一點光喝了 就看到笑容 喔 塞牽手我的朋友 就稍嫌 稍嫌甜美一點點 我自己 唉唷我覺得我會太能量化 但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唱的不好聽 不是那個意思 但就是 唉唷我覺得 我覺得手牽手 這段其實有很多人都是 激昂擔當 可是我特別要跳出兩位 一個就是 同家會跟阿妹 你那個Key 那個音你怎麼可以唱成這樣 你和我 吃到這種走音啊 因為你和我 好難聽的 我死吧我 然後我記得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當時網路上就有傳聞 為什麼 李文 沒有歌詞 我 愛永遠在你左右 欸這時候 李文當初 其實是有被賦予歌詞 而且是副歌的獨唱喔 但反正就是因為 他們的溝通上 這件事情沒那麼順利 可能唱到不同的Key 或者唱錯段 反正最後那個是不能使用的 然後李文也沒有辦法 再重新進入一支唱那一段 他冷在果外 可是他最後還是交出了 中間很多不同的比較急性的 WUWU RMP的部分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 其實演藝圈的歌手們非常的團結 誰唱比較多誰唱比較少 誰唱高音誰唱低音誰唱正常的霍復歌 blablabla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在計較這件事情 他們反而是真心希望自己可以盡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的溫暖送出去給世界上每一個人 跟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這首歌曲最溫暖的地方真的就是 大家合唱之外我覺得這兩位謝謝他們 陶真跟王力宏 接下來呢 有一首歌叫做愛 2005年 不是莫文威那個喔 不是這首歌愛 最好的禮物 勇敢面對著未來 不要怕 想你要我 要你還有我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children 那時候的華語言台就製作了愛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We are the world的中文版本 那時候還有做募款活動的晚會 也有一些比較難得的畫面 讓星星點擊成最豐漫的夜晚 擁抱著時刻 這一分一秒 沒錯之後變成歌 周杰倫那時候也都在台上合唱了一個歌曲 然後其實也是為這個募款 募款晚會盡一份心力 以及我們的孫燕姿還有我們的 Amé 說再見 再見不會太遙遠 如果有緣 有緣 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 重逢在燦爛的季節 好 接下來我們快速到2009年喔 讓愛轉動整個宇宙 這是一首為了紀念當時921 緊緊十周年的歌曲 2011年呢 我們又有一首歌誕生 叫做Believe 相信愛 卻也讓人成長 風一襲去 依然美麗 So I 愛不你 愛在 心往裡 輕輕相信 這首歌其實有40多位的歌手來加入合唱 他們就是為了日本海嘯的災民加油打氣的歌曲 以上呢就是我整理了一些送暖的歌曲 但是我們一開始有提到明天會更好嗎 一開始有說他們在之後呢其實有被重新翻唱過 我先讓大家聽2010年也就是距離25年之後1985的明天會更好 而且他重新演唱 那時候金曲夾的主題叫做金曲悠揚傳唱久久 所以就邀請了金曲歌王曹格蕭敬騰啊 還有30多位的藝人歌手參與演出 重新再版的明天會更好 然後呢這一版的音樂呢被網友批評的就是遍體了以上 我覺得前面開頭的時候就會發現一些端倪了 我們來聽聽看 好 你們可以感受得到網友在罵什麼了吧 首先奇遇換到阿雅的時候那個落差其實非常的大 不是在批評阿雅或什麼 因為阿雅本身他就不是以專業歌手出來的嘛 好到了品冠光良 就是五音兩批 就回來沒錯 朱笑天 他那個春風 就一定alittle的走音了 然後最可怕的是金曲歌王曹格 因為他第一個音根本沒抓到阿 他就會變成要抓那個音水 導致第一個音根本不大走音 我覺得曹格還是非常會唱歌 可是我真的比較不了解是 當初是可能時間太趕還是什麼製作方 到底為什麼這段沒有修或者是沒有重新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live演出阿 他是一個錄音式的東西 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為什麼 但是其實這首歌到後面的堆疊是非常好 還要加入rap 還要加入一些原住民的旋律 消息的熱情遠遠超過你能當我的pizza bite 我看了未來和我的期盼早已飛越雲端 嘿嘿嘿 我親愛的朋友別再依然顧我敲醒沈睡的心靈 更好的明天絕對不是一場夢 熱情伸出你雙手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眼睛 讓我擁抱著你的眼睛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家 相對於第一版本阿 網友們其實對於這版的意見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這麼多的藝人願意合在一起 我覺得他還是鼓勵性質大於一切的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為這件事情盡先心力的 除了這一版的明天會更好之外呢 我覺得這個畫面非常非常的棒 2001年金曲獎上面live演唱的明天要更好 羅大佑當初覺得他想要再做一次明天會更好的再版 所以他並沒有純粹照原本的歌去做這種歌 他改了曲改了編曲變成了一首新的歌 但又結合了明天會更好 然後我覺得這段演出非常非常的棒 可是比較少有高畫質的演出 就希望哪裡的官方可以釋出一下這段表演 我好喜歡這一段 而且文章好帥 哈哈哈哈 我願意伸出這雙手去冒險的夢 像黑夜的月亮跟清晨的太陽轉送 悲歡離合成全明天的擁抱 你辜負了曾經穿著的微笑 至少我們的愛 愛不准改變 唱出你的熱情 寫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你冷脫 讓我擁有更真心的變化 千聲萬歲 讓我擁抱你的歌 讓冬隻从 immense這道樣 讓我們堅持今天要更好 今天要更好 キキキ按閃攝 span infusion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趕快飛的海禮 讓我們今夕進來 plates oempo whoも 我愿意献出这双手就恭喜我 我 我的梦 像黑夜的月亮的星辰的太阳不断错 全上万水流不却做你的药 就让我们坚持今天要更好 就让我们坚持一天要更好 谢谢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我好想买 在不到去哪里买 它是不是有录音式版本 我好想要听喔 总之呢 我觉得开头啊 星人孙燕之打头阵 然后接下来林志全到所有的歌手一起来唱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很大的传承 对孙燕之也非常大的鼓励 而且他在那一季也得到了 金曲奖最佳星人奖 这件事情之后我再搬出来跟大家聊 这件事情才太精彩 那一届的金曲星人的入围整都太优秀了 好啦 今天就是整理了一些我人生经历过的 听过的一些些的送暖歌曲 大合唱歌曲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在世界各地 不只是台湾的朋友 我觉得世界各地 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灾难 不同的天灾人祸正在发生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自己啊 或他的亲朋好友也正在面对一些 我就需要鼓励的地方 然后这些歌曲呢 透过娜娜大师的平台 我觉得我整理了一下 想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温暖的力量 然后也希望这个地球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明天要更好 大家一起手牵手 就一起加油吧 谢谢各位的欣赏 我是娜娜大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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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愿 movement 不ci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